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颧骨膏 颧骨膏怎么化妆能看起来比较柔和一点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第一步豆发我们就要先喷一点爽呼水 我今天用的是Namell的这款补水的 然后再用按压的方式 让它吸收 爽呼水用完之后 然后我们就应该要用那个精华 这样子动 然后再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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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下这款精华 这款精华就是它超保湿 就是如果是在妆前的话 上一点这个精华的 我觉得就是让那个妆容更服贴 然后不会有很干的感觉 因为我的肌肤是干性的 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 在化妆之前上的话 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 然后下一步的话 我喜欢用一个那个精华油 这个是Sesany的 它是涂脸的精华油 大概是一到两滴就够了 就是很省的润 这个不用太多的 它一点点就可以涂全脸 然后这是按压的方式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润面霜 这是Sesany的玫瑰面霜 这个面霜也是很省的润 就是非常少的一点点 就这么多 就够涂全脸 而且非常的滋润 上面也是非常的 就像有点像丝绸般 很容易 不好看 Yeah baby Yeah baby I want to eat chocolate You want to eat chocolate OK You hungry now OK 然后涂完面霜之后呢 我就是没有马上涂防晒 因为我想让那个面霜 就是吸收 吸收大概就是10 second 或者是20 second之后 然后我们再涂防晒 这样子的话就是 不会让所有的产品都交叉在一起 就是能让它容易让肌肤吸收这样 我今天就是这里要解开一点 等一下要涂一点防晒在这里 好 现在就是大概是20 second过了 然后今天使用的是Chanel的防晒 它这个是防晒SPF50的 这个的话就是没有那么油 没有那么油 就是上妆 对上妆挺好 我觉得 我喜欢的话就带到脖子下面 它是涂上去的时候是有一点点那样子泛白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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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担心就是 就是 就是 很快就会被吸收 然后耳朵这里 耳朵这里要涂一下 耳机 然后防晒涂涂完了之后呢 就是最好就是也要等上一分钟让肌肤吸收了 然后手臂的话 然后手臂的话对于夏天 手臂的话这个是 一款自然清透的防护乳 是属于中国的 然后这个是 也是非常好非常滋润的一款 防护霜 涂进去也是有一点光白 但是它非常的滋润 而且就是还会有两只手是有不同的 是吧 就是大家就是夏天一定要防晒 因为皮肤有时候你用再好的化妆品 护肤品 但是你如果没有防晒的话 就是 你很容易被晒伤 就是 就是所有的那个 别看这个防晒 其实是很重要的 就是 OK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 大概是一分钟过了 然后我们就是要 装前卤 现在准备化妆了 装前卤的话我今天使用的是 Qtiple的 Qtiple的装前卤 用之前要耍一下 然后这个装前卤的话就是 怎么讲呢 它挤出来的时候 有点粉色的 带点粉色的 它还有 Sunscreen SPF 32 所以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觉得就是 对于我来说夏天的话 我挺喜欢就是有一些东西里面内含有SPF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不管它里面有没有内含SPF 我们都要另外另外的加强防晒 就是就是防晒就是一定要另外在涂 这个就是涂上去它有均匀肤色的效果 所以我还挺喜欢的 我们像像我这样 顴骨高的人 就是像我一样顴骨高的女生 你们的话就是 头发就是 最好是不要变成这样零形的 你看 如果你你你你你折成这样子的话 就是它的顴骨是不是看起来就更高了 这个更高了 所以如果这里头发是有点发量多一点 在这里的话 你就会觉得 这里和这里是有一点平衡的 是不是就是没有那么那么突出来的 所以 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怎么分头发 就是不会让顴骨看起来更高 OK 那我们非法少说就是现在准备化妆 后来我想想今天我们就用Cutipol的Foundation Funding 这个是我选的色号是 我选的色号是BF10 BF10的话这个就比较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肌肤 就是 就是 偏黄的肌肤 它有遮瑕了 你看 流动性非常好 就是不用很多 这么一点就够全年了 但是它的那个 遮瑕的 遮瑕的效果 就是没有像那个网站上面讲的就是 就是 就是 能遮瑕很好很好 它就是 嗯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遮 可以比如说涂一层两层 然后你就是如果再叠加上去的话 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的话就是夏天 夏天的话就是 如果 嗯 遮的太多层 粉感很重 就是不自然 然后就是 因为现在就是 呃 讲究的就是 就是 发那种比较伪妆 就是 就是比较 像素颜一样的那种妆容的话就是 呃 要有清透感 那样子的话肌肤就看上去非常好 然后因为我 呃 脸部瑕疵不是很多 所以 呃 这款 呃 这款粉底的话对于我来说 呃 我觉得还是够愿的 但是如果你脸上有很多斑点啊 或者是 呃 其他的 呃 留下的那些痕迹啊 或者是 呃 痘痘啊 痘印啊这些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要 呃 那样子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如果单单只靠这个粉底 呃 去遮全脸的瑕疵的话 那是不够的 就是 呃 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就是 呃 但是 像那个网站上面讲就像我现在这样子 这里就是 呃 还有这里 就是有淡淡的那些 呃 呃 呃 斑点 斑点的印记 就是不是很明显 然后就是 可以这样叠加的 用叠加的方式 把它叠加上去 呃 呃 所以 呃 如果要 要就是 很明显 有很好的遮瑕效果的话 我觉得这一块就是 嗯 就是不能不能像 像你想象中的那样的遮瑕效果 那如果像 呃 皮肤像我一样就是 想吃比较少一点的话 那 嗯 这款 这款那个 粉底液是非常好的 是很好用的 这是我挺喜欢的 因为它就是 很自然很清透 就是粉 粉 就是 没有很明显的 什么粉状 就是 你化妆化的 就是很容易让别人看出来 啊你化妆化的 很容貌 或者是怎样 然后现在我手上有 嗯 两支就是 它们的遮瑕棒 嗯 就是 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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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然后 背许的话 就是 比较 就是 比较浅一点的 看了 就是 比较 我觉得 我的 呃 皮肤就是 比较 适合 然后 我们图的时候 图这个的时候 你要记得 这里 这里 OK 还有这里 还有这里 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 比较 比较 就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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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出一点的话 就是 顴骨就会 下泪 所以 大家看一下 就是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还有 鼻翼的地方 还有 嘴角的地方 OK 就是 这几个地方 然后 用 Cutiful的 好 Caseal 这啥 刷子 轻轻的把它晕开 这可能的话就是 按 现在按压的方式 按压的方式 那么这个其实就等于有点像那个 提亮的小布 OK 然后眼部这里 因为你这里 这里提亮了 你看 这里提亮了 它这里就小了 是不是 但是你不要 提亮的话 并不是说 你要拿那种 散散发亮的 放这里 我就觉得就是 比肌肤 浅 浅一号 或者两号的颜色 就是这里 白一点 就是 然后去 去打 打成这个样 阴影 像我们这样 画完之后 然后手心搓一些 因为这个是有点像高体的 高状的 粉条 就是遮瑕瓣 所以 最好就是要用手 温度 把它按压进去 让它变得 更均匀一点 像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我们现在就是要 涂这个下额 下额的话就是 要用暗一点的颜色 就是黑一点 深一点的颜色 从这里 从这里 不要画到这上面来 从这里 然后在这里 OK 就这个部位 然后这边也是 上来一点点 拿着下来 带过去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 这里的话就这里 就颧骨是在这里嘛 这里很高 所以 要从这里 给它打 这里 OK 这样子的话我就会愿 刚才的那个 刚才我们 发那个粉底的这把刷子 因为里面有那个粉底 粉底的颜色 所以 现在就是 再打进去阴影的话 就是会比较自然 是吧 有没有看见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 这样 不能打太高 因为这里要 我们刚才变体量了 所以不能打太高 在这里 有没有看见 有没有看见 这有所不同 这里也是 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话 就是还是会觉得有颧骨是不是 因为那就是因为这块打量不够 那么再打量一点点 现在我就用那个Dio的 Dio的这个是2002 002比较浅色一点 它用的时候要这样按压两次 然后像这样子的话 就是要从这里打个U 就是U 这个部位提亮 千万不能画到颧骨的下面 因为你画到颧骨的下面就变成 颧骨把颧骨给提亮了 颧骨提亮就会变得更严重 就是变 然后这个眼部这里 你看只要这里一提亮 然后这里就缩小了 我现在还是用那个眼部遮瑕这一把 把它晕开 把它晕开 没有看见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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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明显的感觉这里和这里已经连在一起了对吧 这个已经进去了 所以这个提亮的话是非常的关键 然后这个眼睛这里你不用担心 等一下我们发那个化眼妆的时候 这里就是可以用眼影颜色把它带出来 用完了之后还是要像我一样 我平常就比较喜欢用手的温度 然后把它变均匀 这样子的话就是等一下定粉的时候它不会卡粉 那现在就是我们用一点的Snail的Bronzer 这个的话我喜欢就是用手 它就是比我皮肤黑很多 所以我现在就是着重的就一条线在这里 着重的一条线 因为这个是颧骨的地方 然后这里用完了之后呢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 现在用完了之后呢 这里有个倒三角 我们看这里是凹进去的 所以像颧骨高的人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这里会有凹进去的曲线 所以再凹进去曲线这里 凹进去曲线这里 凹进去曲线这里 我们打一个三角 来填补提亮 这边也是 这样子让那个脸看起来比较饱满一点 就不会那么凹就是 然后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的时候我就不用刷子 我就直接用手 有没有看见 这里就是填补起来了 化妆的时候大家就是一定要有耐心 看看自己哪里就是需要 因为每个人的脸型和每个人脸上的那些缺陷 就是都不一样的 真的都不一样 所以就是不能盲目的就是学化妆 就是你要找出自己自己需要改改的 需要 你看这样子的话就是你侧脸看过去 就是脸很柔和 就是没有那么凶 现在的话我就是会喜欢用那个Chanel的这一款 然后这里就是在 凝形 就是在有 有那个骨头的地方的时候 我再多添补一点 那样子的话就是 因为有这一款的话它就是非常的好 就是你不会太假 就是看上去就是黑乌乌的贴在那里 它就是因为它是膏状的 所以它很容易和粉底混合在一起 就看起来比较自然 然后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鼻液 你看这个是不是很自然 就是非常自然 那鼻液的话 我就用刚才那个眼下的遮瑕粉刷 然后这款的话我就是 会从这里开始 这里开始 还是同样的 从这里开始 你看见你愿这里的时候 它的鼻子就已经很立体 我不喜欢从上面一直带到下面 所以你中间这一段 你可以 空着 因为你中间那一段 如果带下来 我就是整个鼻子就是 OK 就是看起来很奇怪 就是 OK 到这里了 然后这里的话 我就会 再画一条横线 所以大家就是要选的色号 就是 接近自己 皮肤 然后 再按两个色号 就好了 不要选太黑的 不要选太黑的 因为选太黑的话 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 会那里 会那里的那个 这个 专装看起来很奇怪 就是黑不隆东的一大块 在那里 那你如果选 比自己的皮肤 少 那个 中两个色号的话 它就是看起来非常的自然 好 那现在也是 按压的方式 因为的话我为什么 用这个去弄我的鼻子呢 因为这里和这里的颜色 如果是对称的话 你就会看起来比较自然 不会说 好奇怪 明白我的意思吗 OK 这个是DEO的 Bronzer 就是 阴影 然后我选的是 4号 4号的话 我觉得比较适合 亚洲人 因为它比较 偏 怎么讲呢 这个应该是 这很难讲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就是 不红 我不喜欢就是 带点红红的 或者是 太黑太红的 我不喜欢 但这个有点像 有点灰 有点带点灰 所以它涂上去 非常的自然 今天的鼻影刷 我就用 Chiku Holo的鼻影刷 它有点这样子 扁扁的 所以你看 就是 它的那个size 刚刚好 这个 涂一点 然后 转圈圈的方式 转圈圈的方式 这个方式 你看 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看 它这里会把你 用上来 是不是 画鼻影的时候 最好就是 嗯 的那个 那个 干了一点的时候 然后 你再画粉状的 加粉状的 那样子 它比较浮贴 就是会 卡粉 就看起来 比较自然 像这样的 你可以轻轻带下一点 因为刚才那个高状 这里没有涂 但是这里可以 轻轻带下一点 OK 然后这次是眼部 然后我的话 我就会喜欢把剩余的 剩余的 剩余的 铺在眼部的地方 那它比较均匀一点 好 那就是图 那就是图 阴影 阴影的话 我还是要用 这一个 因为我平常的话 我要用的话 我就用一起 就是用一样的 可能 一样的 就是比较 比较自然 因为你高状用完了之后 最好是要用这个 粉状的 就再叠加一下 它就是 比较服贴一整天 如果你就是 只单单是高状的话 为夏天 出去的话 因为流汗啊 或者是什么 它就会 效果就会 减少一点点 因为我是干性肌肤 所以就是 它这个状 就是还挺 挺持久的就是 那游性的话 我就 知道 能坚持多久 OK 然后剩余的 剩余的 我就 就到额头上去 化妆就是 先化妆 就是 先麻烦 OK 然后现在我们 就用定妆 我用这个 Qtiple Qtiple 的Selling Powder 平常的话 就是 它的里面还有一个 薄薄的 薄薄的 像那个过滤层一样的 就是这个非常好 这个设计 我非常喜欢 就是你按下去的话 你就不会有一大 一大坨在那个 粉铺里面 那我喜欢从盖子上 我喜欢从盖子上 拿剩余的 那样子的话 就是不会太多 我 然后再从这里按一下 把这球包子上 然后再从这里按一下 把这球包子上 把脖子也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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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 不会把我们的光泽全遮掉 这一点是我非常喜欢的 就是Qtiple的彩妆 就是它越久 它出来的效果就越漂亮 所以大家就是 所以大家就是 不要太担心说 我没有光泽感 或者是怎样 其实它和别的 别的定妆粉来说的话 我挺喜欢的 但是有的人 如果有一些人 你喜欢就是 比较亮一点的 那你就 就要选择像这样子 像这个Sesney的 它的 定妆的粉 它就是比较 怎么讲呢 就是比较 带有一点 珠光的 所以你如果想要 有点亮的 你可以 再做二次定妆 就是 想要哪里亮一点 你就 可以定妆 但是我喜欢就是 只要薄薄的 不要就是 太一大坨的那样子 就 不自然 这样子的话 你就是在 你看 就是在灯光下 或者是在太阳下 就会 就会有一种 光泽 光泽度 你看 浅浅的 就只要浅浅的就好 那样子看起来就是 比较自然 今天我们来画眼妆 眼妆我选择Chanel的两盘 一盘是 带一点 棕色和红色 一盘是带一点 带一点 带一点 有点像绿色 有点像那个 夏天的感觉 所以 好 我们今天就先开始的 先用 棕色打底 先用棕色打底 棕色的话 我选择最浅的这一号 first 然后呢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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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就是 比较适合 每天的 每天的专门 适合任何衣服的 所以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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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太夸张 很浓 或者是怎样 好 现在的话 还是同样的 同样的 但是这一边 这一边 已经粘了 我们用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的话 我们现在就是 用深一点的 这一号 第二号 深一点的 涂着眼尾 这边 涂着眼尾 咬着眼尾 然后的话 这个下面 这边 一定要和这里 连一起 然后眼睛就会 比较圆一点 然后现在的话 就是我们选择的 色号 是第三号 这个 第三号的话 可以先加强眼尾 加强眼尾 然后 然后再带到下面来 这样就不会太厚 眼睛也会放大一点 有绳 这个就是生的 但是如果有的人家里有那种黑色或者是深咖啡的 你都可以扔在后面 黑色的话大家就是下手不能太重 黑色的话 黑色的话就是平常你如果有带假睫毛的话 黑色的话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只是放自然妆的话 黑色的话就是大比较重一点 看起来就是睫毛 除非你睫毛很容易 黑色就不是非常非常适合 好了 今天我们这个红色 我们今天就不愿了 然后今天我们就选择这边的这个绿色 绿色这个 那时候我就喜欢很像这样子的话 就是你着重要找 着重这个 这个绿色 如果你是着重找一个地方 这个颜色的话 我就是喜欢像这样小小的 小小的刷子 着重夹 是看起来比较自然 而且就是不容易出错 当然如果就是 不加这个绿色的话 之前那个钻子也是可以的 就是 嗯 因为今天我想 画一点 大一点绿色的眼影 所以 ok 那我记得下面 就是一定要记得要把它晕开 晕开的话 我就是会用一把晕开的刷子 这Cineo的它有两个头 所以前面的话 你可以用小的这个晕开 你不希望就是 把它晕得太高 然后就是在原有的 原有的眼角的入围 把它晕得太均匀一点就好了 然后剩下的 然后你再晕开 这样子 就把晕在一起 这样子就比较自然 是吧 这样就是比较自然 所以我们画内眼线 今天内眼线我就 用那个Sesney的这个Pencil 你们可以用任何黑色 黑色的那个眼线笔 都可以画的 这个的话就是 它有一点那个亮片 它有一点亮片在里面 眼睛看起来比较水润 然后它就是比较好润 也比较好画 画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一下这样子的笔 笔尾刷子的那个尾部 把眼睛披上去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那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是可以 带一点下眼线 下眼线 下眼线 也可以带一点 这样呢 就比较 颜色比较均匀一点 ok 那我们现在开始画卧场 卧场的话就是 我选择Sesney的这个六号 六号的话 我们就画前面 提亮 这样子的话眼睛就是 看起来会大一点 没有那么累 没有那么胎 可以了 这里画好了之后呢 然后下面 这个下面的话我就是还会用回 这个 Dial的 还是会有Dial的这个 或者下面 你笑一下 下面 就这里 画一个 不能太重 这个在那个 只能轻轻的 看起来比较自然 这一把是 ChikuHolo的 它是专门画那个 卧彩 刚才查不到 这一把的话就是 你画起来比较 比较自然 这一把非常好用 用了很久了 你要看它 它前面就变成这样子了 OK 接下来 那我们就开始画眼线 眼线 眼线的话今天就选择 Chanel的 我今天就不画 Ligrid 上面的话我画 咖啡色的 咖啡色的话就是 那眼睛看起来比较自然 那眼睛看起来比较自然 就是 它真的会那眼睛 和整个脸部的 线条完全 完全改变 OK 然后另外一边 你看这边的眼睛就比较 看起来比较圆 这边的眼睛就比较 无省 就是跟这个眼线有关 所以大家发眼线的时候 你可以借助像这样子的笔 就是刷子的尾部 帮忙 帮忙拉一下 你画上去就比较顺 不会说 会卡的样子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 就差一步 就是 看来要用什么工具来帮助自己 这样子的话就是比较明映一点 OK 那边比这边大一点 所以自己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如果这边比另外一边 比另外一边 就是高一点 矮一点 自己可以改一下 补一下 那样子的话就是 比较均匀 OK 还有一个现在就是我们要画 眉毛 眉毛的话你看 眉毛如果我们在这里的话 这里是不是全部就非常的突出 就非常的高 你看 是不是 全部都非常的突出 那你眉毛如果你看 眉分是在这里 如果你眉毛画到这里的话 是不是 我们的裙骨就被它拉进来了 是吧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裙骨高的人 你那个画的眉毛 一定要偏长一点 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眉分 今天我们就用Dio的 Dio的 五眉笔 他这个眉笔 这个用了好久了 知道我这个什么号 哦 今天这个是二号 就是那个 深咖啡色 然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 先找到 你看 先找到自己的眉分 我的眉分在这里 白 眉分在这里 然后填补 前面的话 向上 可以向上 然后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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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分在这里 带出来 OK 大家有没有看到区别了 像这边的话 就是眉毛短 眉毛短 它唇骨非常高 这个眉毛在这里 它唇骨就被缩进去了 你有没有发觉 因为我的脸是不均匀的 这边的唇骨比这边高 有没有感觉 你看 这边的 不是像这边这么高 但是现在的话 有点平衡 有点像均匀的 是不是 所以眉毛的话 就是很重要 一定要找到眉分 这样 像我眉毛其实要修了 像这样子的话 就是你画完之后 如果有多余的眨毛在下面 那你就可以把它修掉 那要不然来很奇怪 那我们现在开始画另外一边 一样的道理 还是长出自己的眉分 眉分在这里 然后停补回去 前面一定要是向上画 那样子的话就是看起来比较自然 这千万不能就是一笔一笔划到尾 那样子的话就是看起来非常的不自好 然后眉毛要画好了 我们就要用后面的这个刷子 把它刷均匀 刷均匀 然后你可以看得见 你刷的时候 它就会有空白的地方出来 然后就把它停一下 像这样子 地方感到不好 今天视频会比较长 所以大家要耐心看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所需要是哪里 比如说需要眉毛啊 需要眼睛啊 你就可以自己找一个部位去弄 因为我的脸比较适合 像亚洲人的脸 所以因为我们亚洲人的胸骨高 下而宽 所以我又是下而也是宽 然后胸骨也是高 而且是明星脸 所以很多的话就是 眉毛的话大概就是讲话 它就为那种均匀 然后眼部 因为不知道 每个人的眼睛大小不一样 胸骨高低也不一样 但是就性质差不多 嗯 化完眉毛之后 我就会使用眉刷 眉刷的话 你们头发如果是 咖啡色的话 你可以选择深咖啡 因为我头发是黑色 所以我就选择黑色 因为这个的话 就是因为眉笔已经化过了 现在的重点就是 把加强你的眉毛 就是这个画上去的话 就是会拿那个原有的眉毛 就是根根分明 就是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是不是 你看这边 就是比较有层次感 这边的话就是比较雾 所以看下大家 你们自己的选择 就是我就是比较喜欢 加一点 这个Cutepal的这个 它就是 没有像其他的 就是你一画上去 它是很多的眉毛胶 它是非常非常少的眉毛胶 所以你不用担心 就是会出错 就是 我觉得比较适合像 我们 中国人我喜欢画的那种素颜 就这样子的话 就是比较好用 因为这样子看起来 眉毛不会那么假 就是会觉得 你好像画的很假这个眉毛 是不是 画完眉毛之后呢 我还是还是会用 这个干净的 干净的一个刷子 干净的一个刷子 就把它刷 刷一下 尽量就是 看起来比较自然 那剩余的我就会带到头发上 因为 多多少少你都会 脏一点 脏一点那个粉底 在那个发根这里 所以你稍微刷一下 稍微刷一下就是 比较更自然 好了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 萌化睫毛 这平常睫毛的话 就是我会用两把 一把这个是Q-TOP的 它比较 你看 它比较圆 然后那个 C-Shadow的 它就比较平 你看看这些它区别 你看 一个比较圆 一个比较平 所以我就比较喜欢 就是用圆的 先 先夹一下 那平的话它就会让 呃 睫毛就是向外伸展 夹好之后 等一下我会教大家怎么清洁这个睫毛夹 因为睫毛夹的话就是 每次我们 啊 涂完眼妆之后 你才夹这个睫毛 所以在睫毛夹里面它会 残留很多的 呃 彩妆在里面 所以如果你没有及时清洁的话 其实 呃 对眼部是不大好的 我每天就是用完 呃 粉刷 呃 睫毛夹我都是 马上清洁的 大家如果想要看我用什么东西清洁的话 你可以看我上一个 呃 洗刷子的那个视频 嗯 那个里面就是有一款 它那个是专门 专门给那个 比较懒的人 就是比较方便 比较方便 清洁那个 刷子的 好 这个是Cutepal的睫毛 睫毛膏 这个是我用了非常非常久的 这个是二号 所以我平常的话我都是 会先用二号打底 因为二号是咖啡色 所以呃 它看起来也比较自然 而且它也比较 呃 这种 睫毛膏它比较卷 也不容易说 呃 这不容易说什么 会呃 因为流汗啊 或者是那 那我们变成熊猫眼 所以这个是我 非常喜欢的 不好意思 我刚才就是 看镜子了 看下眼部的话就是 很难捕捉到 像这样子 其实你如果只涂咖啡色的话 其实是非常自然的 就是 但是你如果涂咖啡色的话 你的那个眼线一定要是咖啡色的 不能是全黑的 因为如果是全黑的话 你就是看不到你的睫毛了 看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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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不一样 看这边 我用另外一个 那边先钢一下 看这边 我用另外一个 那边 就在这边 看这边 可以看这边 我用来的 看这边 那边 我用来的 看这边 我用来的